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轮动的次产业族群却不一样 既先前的BBU还有超级电容之后 今天看起来是软体股在发酵了 有什么样的趋势或有什么样的利多 待会来分析 还有今天说到超级电容股 真的是大地震 有的是开高杀低 有的是开高走低再翻上去 究竟要怎么看待后市 尤其像金山电 凯美 地龙 这些个股还有没有空间呢 还有我们看到折叠机的部分 这个是近年来智慧型手机 少数的零组件亮点 外资高盛也出报告 看好这个产业 那点名了哪些个股呢 另外神达集团 包括旗下的伪训 这里的股价走势 仍然是相对强势的 年底之前集团的作战 是不是未完待续呢 我们待会会把宏观跟产业跟个股呢 一并的清晰的分析 分享给大家 所以喜欢我的内容 请记得到YT搜寻 股市权威陈薇良 帮我按个赞 那当然也请大家务必的 帮我们多多的转分享 那这个就是对我们节目 最好的支持跟鼓励了 好 今天的大盘呢 先跟各位谈技术面 那基本上呢 现在的一个指数 虽然呢 短线急涨 但是最重要的 我会建议大家先看量 成交量呢 没有爆量之前都是安全的 那当然我知道你们会问我说 怎么样叫做爆量呢 通常我会呢 是以单日的成交量 跟月均量来比 那通常呢 可能会比月均量大到50% 才会叫做爆量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 相对比较的概念 那至少如果你要问我一个数字的话 我觉得呢 没有4500亿以前 这个行情你说会过热反转 其实这个几率真的不高 那以今天的盘势来讲 最贴切的形容就是 量稳 价平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 市场的资金 筹码 还没有呢 真正的涌入到股市 那就还没有形成反转的危机 那12月本来就是上涨几率高 我们就拭目以待 会有哪些的新的族群 持续的开始接棒演出 那当然最近呢 国际市场上没有太多 明显的利空或变数 唯一真的稍微要一提的 就是关于韩国 之前的一个史上最短的戒严 那当然有人说 这个会是台湾的利多 把人的失败就是会快咯 因为呢有可能呢 可以迎接转单 那甚或是呢 外资可能会是卖韩国股市 然后前进到台北股市 当然呢也有呢 投资朋友私下私讯问我说 可是有一些亚洲类型的基金 基本上呢 因为它是贴近 所谓的我们讲 Benchmark指数 所以呢 要提款的时候 它不会是 就是只卖韩国股市 是整个亚洲 它都会呢 等比例的去做减码 那我们到底怎么看 那其实呢 教大家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好不好 我也不是什么总经专家 但是呢 我就跟各位讲 请你先来看韩元的走势 这是韩元的日K线图 那因为我们常说 人两脚前四脚 国际的资金 外资的聪明热钱 其实往往都是 最敏锐的在反映 各种的多空消息 那韩元的部分呢 事实上 它在昨天 有爆一个大量 但是呢 以近期的一个变化来说 并没有呈现呢 连续 而且大幅度的回变 就表示呢 其实也没有到 严重到 好像呢 让整个韩国的金融市场 失序了 然后波类拖集到 整个亚洲地区 所以这个事件 不至于成为 所谓的黑天鹅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韩元的月K线图 12月 12月就短短这几天 它目前是扁了 1.53%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台湾的部分 就台币的走势 这个也是月K线图 12月 目前呢 是小升了0.1% 所以呢 韩元扁 台币升 那似乎看起来呢 的的确确 是有一些资金在移动了 从韩国流入到台湾 那这个部分是有利于 我们的金融市场表现 那所以呢 就整个韩元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 它没有在波段上面 大扁或重挫 那就不至于形成是一个 区域危机 或者黑天鹅事件 但是呢 资金的部分 是缓缓的 有一些呢 间歇的移动到其他市场 当然就包括台湾 那所以我觉得 说有没有转单效应呢 看起来是有机会的 只是说 在业绩的部分 你要发酵 当然没有那么快 但是呢 资金的移动是有高效率的 那我认为这个也 反而会是我们接下来 在12月可以呢 另外期待台股向上的 一个理由 好 那再来 我们就来谈谈 关于呢 今天盘面当中 最亮眼的焦点族群 就是软体股 那软体股呢 有两个重要的讯息 跟大家分析分享 第一个呢 Salesforce 这是一家呢 全球市占率最高的 CRM平台软体公司 那他公告了财报 也发布了财测 那么其实在营收的表现 是优于市场预期 那同时呢 也上调了年度的财测 那另外呢 公司也宣布要招聘员工 所以种种的迹象来看 现在呢 业绩就是推升股价的燃料 那过去六个月 股价呢 持续往上 那大涨了超过六成的幅度 那我们知道 其实美国很多的指标股 或产业 往往都会跟台湾 有一些联动 那现在12月呢 市场资金慢慢的 开始回荣了 大家最想要找到的是 什么样的类型股票 其实就是低位阶 然后有故事 那股票市场呢 永远都是旧不如新 喜新厌旧 所以你可以看到 11月的时候 BBU 接下来超级电容 这些都是呢 在今年前十个月份 你都没有看到的新故事 然后位阶当然就很低 所以呢 星星之火 足以流言 资金进来之后呢 就一档一档一档 开始呢 扩散出去了 整个涨势 一发不可收拾 那从这个 Salesforce的一个带动 就知道呢 其实市场的聪明前 已经闻到了商机 就是软体股 那刚好呢 在搭配呢 外资 美银 美银 这边呢 有新的AI研究报告 他提到 AI的浪潮啊 其实要进入到 第二个阶段了 所谓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呢 大概在2023 还有今年2024 这两年呢 大家提到的比较多 都是在一些 硬体基础建设 就是呢 云端云端 云的那一端 那基本上呢 像亚马逊啊 微软谷歌这些呢 大型的云端服务业者 他们会先呢 去做云端的伺服器建制 所以这个就是呢 第一个阶段 那第二个阶段呢 则是呢 转向呢 开发AI驱动应用程式的 软体公司 所以呢 可以说 由硬到软 这个就是 AI发展的第二阶段 当然未来可能还会 要走到呢 第三个阶段 就是呢 整合跟应用 那个时候 当然就会更接近 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所以AI其实是一个 百年大忌啦 就是它是 长长久久影响 我们将来 未来的生活 那回到投资的角度来说 既然已经外资 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商机 更点出了这样子的 发展阶段 所以呢 配合刚才所讲的 国外的指标股大涨 那这里又有外资 开始关注 所以这就形成了台北股市 最新的强势族群 那今天的软体股 表现 可以说是非常整齐 非常整齐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呢 不论是大涨 或者是呢 亮灯涨停满的股票 相当相当的多 那软体股呢 大家各有所长 那整个终端的应用 也略有不同 不过大致上 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通通都是低位阶 你自己回想一下 有多久没有听到 看到软体股有故事 或者有股价亮眼的表现了 所以当然呢 他们通通都是低位阶 短中长期 全部纠结在一起 那今天发动 第一根 不论是长虹 还是掌停满 我要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再说一次 今天发动的是第一根 你们知道 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昨天以前 市场上 我想大家都没有进场 手上都没有持股部位 对不对 不信你去看看 基本上都是呢 前面都在成前 都在整理 没有亮 所以呢 发动的第一根 代表的意思就是呢 今天不论你是机构法人 你是波段大户 还是你是当充主力 还是你只是一般呢 文风而至根单的小散户 不论你是哪一种人 大家今天都是呢 资金一起进去 所以持股成本 不会差很多 这个非常重要 你们想想看 如果说BBU的 顺达加百欲 新胜利 第一根的时候 你进场 你的成本就跟主力一样 主力赚五成 你就有机会也赚五成 主力赚六成 你就有机会赚六成 可是呢 如果你是 今天才去买BBU 人家已经呢 账面上获利了五六成 随时就可以拔档 随时可以到货割韭菜 这风险就不一样 所以这种全新的题材 全新的故事又在第一位阶 而且整个族群一起涨 我昨天才教过大家 如何观察主流族群 所以底部发动的第一根 要不要跟 当然要跟 否则很可能就会错失一大段 因为你的成本 再一次提醒 是跟市场所有人 包括大户跟法人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你不要跟我说盘中差 那个3% 5%的 基本上 以后如果会拉个3 50% 那3% 5%那都不算任何的差异 那今天呢就教大家 如果你喜欢操作强势股 盘面的热门股 而且呢 总是不知道该不该下车 可不可以进场 那短线操盘利器 法宝 今天再献一招三关架 三关架呢 其实很简单 各位呢 可以把这一张字卡记起来 所谓的上关架 中关架 下关架 和气就是称为三关架 上关的部分 是用昨天的低点 再加上呢 着高减着低 成为1.382 中关的部分则是呢 昨天的均价 高加低除以2 下关架呢 则是呢 着高减掉 着高减着低 成为1.382 好 那比较重要的是意义啦 因为其实你们也不用真的自己去算 因为现在你只要用一般的看盘软体 都可以帮你直接抓出来 好 在操作的研判法则上面 在中关以上都是强势 就偏多 中关以下就是弱势 偏空 那还没有出现呢 突破转盘之前 你就维持原本的方向 做多的继续做多 做空的继续做空 好 那如果是走相形的话 那就是呢 所谓的三关 它就是互为支撑跟压力 好 那最后就是呢 一旦有突破的走势了 那就是呢 要顺势 比如说突破上关 那就是掌势确认 你就呢 进场 追多 跌破下关 那就是跌势确认 那就进场追空 好 那说完这些 当然判断的原则 一定要实际举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震荡很大的超级电容 8042金山电 开盘直接涨停板 接着呢 一路杀回到盘 平盘附近 好 那这个时候其实这种震荡 短线的操盘力气 法宝就很重要 好 那我们直接呢 把上关 中关 下关 算给各位看了 直接秀在这里 所以你看 它今天其实呢 回最深的时候 看似呢 好像一面倒了 但是其实也只有呢 短暂跌破上关架 都没有触及到中关架 更别说是下关架 所以再复习一次 记得吗 刚刚所讲的 中关以上属于强势 那因此 就不用太紧张 这边跌破 就算你呢 基于呢 稳健操作原则 那大概调节一部分 卖个一半就可以了 但接下来它又弹上去了 所以我们看呢 到最后 收盘还是大涨了7% 比较不容易被洗掉 比较不容易被洗掉 那当然 如果你是所谓的 看到金山店涨 然后呢 涨了好几天 才去买一些 所谓超级电容股 我知道很多散户 都是这种操作的习惯 那我们举例来说 你看2472利隆店 今天 金山店开盘涨停的时候 它是开半根不到 金山店呢 回撤平盘的时候 它已经翻黑了 金山店尾盘 不是又收高 涨7%上去吗 利隆店最后是下跌3% 所以我在告诉什么呢 我在提醒你们 我昨天教的内容 为什么主流族群 你一定要抓领头羊 因为领头羊 就是涨的时候 涨得比人家多 比人家凶 跌的时候呢 比较抗跌 比较耐衰 所以不要说 在一个族群里面呢 动不动都是想说 就是去找那个 最落后的 那个就是捡人家 吃肾的东西 那不好 那不好 有爱身听健康 所以你看看今天呢 软体族群第一根发动 这个族群很重要 再说一次很重要 那你看光是今天第一天 是不是就是强弱有别了 所以尽量去找 比较强势的股票 好 那这边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软体股 这档股票呢 今天呢 开盘不久之后 开始出亮 然后呢 迅速的往上 突破了上关架 上关架 那刚刚不就跟各位讲吗 突破上关 涨势行程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积极操作 果然呢 亮灯涨停板 而且呢 一路锁得稳稳的 其实今天有一些软体股 盘中还 涨停可能还开开关关的 这个一路锁得稳稳的 低档 低位阶 所以呢 强势股不仅是要比气势 那当然也要注重趋势 如果是在低档 往上突破 那你一定要勇于进场加码 尤其锁定第一根涨停板的股票 那如果呢 像今天软体股 不止一档涨停啊 好几档啊 那你就要注意 领先其他个股涨停的 也就是说比时间啦 大家都涨停嘛 那今天谁先涨停 那如果后续呢 当它面临到一些重要反压 比如说前高 或者是下弯的 中长期均线的时候 但是呢 面对压力毫无据色 不怕 直接呢 继续 见关不是关 就给你冲过去 这种股票更要积极买进 这是跟各位分享 好 那至于说 在今天的折叠机部分来看 有高盛的报告力挺 这个就是呢 表示 法人也开始留意到 第四季到明年上半年 折叠机 因为有一些呢 重量级的新折叠机 要陆续上市了 所以这边会有呢 新的拉货动能 那高盛点名的股票 包括了周城的新日新或富士达 不过呢 我从筹码的角度来看 我还是比较喜欢呢 富士达跟赵立 这边呢 富士达的话是土洋同满 赵立的部分呢 投信 连续的买超 那今天呢 其实股价的表现 也都呢 刷新了新高 那这边值得 我们继续的去做关注 那至于昨天提到的 1595川宝 你可以看看 从底部弹上来 这个力道就是呢 吓死人 继前天 昨天两根掌天板之后 今天早上呢 把一些符合洗一洗之后 尾盘呢 跳上去 收最高 多漂亮 尾盘最后一笔 大单 是你们买的吗 应该不是啦 尾盘最后一笔 有500多张 收上去 几乎拉到最高点 所以我想呢 好的股票 你可以发现 真的越来越多了 可是呢 愿意等散户上升的股票 真的越来越少了 那欢迎大家 跟着魏良老师的家族 尤其是上班族朋友 没有时间做功课 没有时间来盯盘的 这些你就交给我 好不好 我们让投资呢 变得轻松又愉快 下一档股票 跟紧我的脚步 那如果你有投资 上面的一些问题 您可以呢 加入赖之后 我们的阿威投资会客室 可以呢 帮您做一些呢 持股上面的见诊服务 欢迎大家填写表单 或私讯 小老鼠 STOCK888 这是我的LINE 官方账号 我们休息一下 更多的操作势力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教魏良老师 欢迎回到股市全威 再把行政交给魏良老师 好我们来看一下 303个伪训 那大家知道 这个是属于 神达集团旗下的子弟兵了 因为透过私募 等于呢 半路任养的干儿子 那无论如何呢 干儿子也好 转投资的亲生儿子也好 年底到了 集团做账 就是不会缺席 那这边呢 千张大户的持股 一 二 三 三接地增 也就是连续三周成长 因此我大概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推论 这种股票 它不是在走短线 它是在走波段 因为千张大户 是连续买了三个礼拜 而且是 你有没有发现到 它的买法不叫做 往下低阶不绝 是往上追加持股 所以这种顺势而为 或者是向上进货的 千张大户 通常它看的目标 应该比一般市场投资人 看的目标 更高更远 所以我心目中 其实有一个 伪训的中期目标 当然电视上因为 法令的关系 我们不能直接跟你讲 这个股票会涨几层 或涨倍数 或者说要涨到多少钱 这不能讲 但是我只能 跟各位忠实的观众朋友讲 我觉得伪训是 一档被低估的 AI伺服器股票 因为它也是 从电源供应 然后跨入到机柜 其实这种转型 这个未来的爆发力 都会很强 就像过去 讲过 3013成名店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从七八十块 涨到一百七十块 创历史新高 多涨了一百块钱出来 为什么呢 就是从伺服器 机壳的部分 然后跨入 转型到机柜的组装 它是跟广达合作 所以其实未来的AI大战 其实都是要这样子 结盟同伴 或者说组盟军 比较有机会去扩大 整个订单的一个市占率 陈明店因为牵钱大涨 就不鼓励大家去做追高 这里开始有点拉回休息之后 打出了短底 通常量缩到极致 致席量出现的时候 代表筹码也洗差不多了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陈明店 应该还是有机会往上 因为毕竟预计明年的EPS 是翻倍大爆发到七十八块钱 七到八块钱 所以这里的本益比 已经偏低了 再来我们来看到 6197加币期 加币期在今年有发过可转债 这个可转债事实上 也隐含这公司对将来的订单 是很有企图心的 所以才要积极的筹资 以这个可转债占股本的规模比例来讲 是超过了八成以上 所以我想这个股价的部分 因为已经回到大概 它的转换价格的附近了 这里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支撑力道 所以投资先看下档 有没有太大的风险 再去计算上档预估的目标跟空间 所以温尔老师跟大家讲的标的 基本上都是希望你们可以 能够清楚地知道 这个股票适合做波段 还是适合做短线 现在最好的方法就叫做 杠铃策略 以长互短 以短补偿 基本上年底这段行情 有些热钱新的题材 新的族群 你可以适时的短打 不过当然也要开始瞄准 2025年获利大爆发的个股 这些个股在趋势上波段上 或许动辄都可以 让各位有一个非常丰厚的 投资报酬率 欢迎大家有操作的问题 可以加入我们LINE 阿威投资会客室 小老鼠STOCK888 祝大家操作顺心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请请观众朋友 本公司暗所推介分析的 各比无价证据里面 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次报请供参考 首先应该独立判断 选先评估 并且是支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下回